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林,我又回来了哦 那见到大家真的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要讲的还是五个系列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系列是关于衣服的 平时我们要用盆洗衣服 那比如说我在洗衣服 那我洗完衣服之后呢 我的衣服要亮起来 我的衣服要把水 把水,这里面有水 水拧干 拧干之后我需要把衣服用我的夹子 用我的夹子 用我的夹子 这是我的夹子 我需要把衣服夹住 夹住 我需要衣服亮起来 亮起来 大家看一下 衣服亮起来之后呢 在阳光下 衣服晒干了 衣服晒干了哦 衣服晒干之后呢 我把衣服收起来 收起来呢 我要把衣服叠好 那我要叠衣服了 我要叠衣服了 大家看我在叠衣服 那我的衣服叠好了哦 我的衣服叠好了 所以呢 这是叠衣服 那我们看第二个系列的图片吧 第二个系列是讲的小女孩的三种表情 这三种表情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种表情 小女孩是开心 开心 那我要笑 笑 那大家看一下 小女孩开心的时候会笑 我们看第二个表情 小女孩伤心的时候会哭 会哭 哭 比如说 有些小女孩小朋友 那摔倒的时候呢 摔流血了 受伤了 她会哭 哭 掉眼泪 掉眼泪 哭 那当小女孩跟朋友吵架 闹别扭的时候呢 那她会生气 生气 生气 这是生气 我们看第三个系列的图片 那这是什么 这是一条路 在中国呢 我们通常用一个词 路来代替 来讲 这是一条路 路上呢 有一辆车在行驶 大家看 这是一辆车 车 车在行驶 行驶在路上 路上有车在行驶 行驶途中呢 我们发现了 我们发现了路上有一个坑 有一个坑 当路上有坑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车辆会停下来 所以这里车辆停了下来 那我们这里就注意一下 车辆停下来跟车辆行驶是相反的哦 车辆停下和车辆行驶是相反的哦 我们再看第四个系列吧 第四个系列我们要讲的是哦 这是我们平常要用到的工作的工具 是笔记本 笔记本 其实它的全称叫笔记本电脑 那平时呢 我们比较简单 就会直接用三个字 笔记本 我的笔记本 那大家看一下 零的笔记本 这是我的笔记本 这是我的笔记本 所以呢 我笔记本 我工作的时候呢 我要把笔记本打开工作 啊 我发现我在工作工作工作 啊 笔记本电脑电量不足 我要充电 我的笔记本电量不足 大家看一下 那我需要充电 于是呢 我要把我笔记本的充电线插头 充电线 那这是我的笔记本 那这是我的笔记本的充电线 充电线 就像这是充电线 我需要插在电源上给笔记本 充电 这是充电 好的 那我们讲最后一个系列 最后一个系列是说 我不舒服了 我不舒服了 我需要去看病 看病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是谁 这是医生 这是医生 那这名男士呢 他来看病了 他来看病了 医生会问他 你哪里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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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名男士会告诉医生 我这里不舒服 我这里很疼 我这里不舒服 我这里很疼 医生看完之后呢 了解之后呢 会给他开药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 哦 这是一瓶药 药 就像零的 这是零的药 药 那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这里面有药 药 这是药 那医生给病人开完药之后呢 医生会告诉病人 告诉这名男士 这个药如何服用 如何服用呢 那通常呢 我们会说 一天三次一次两片 或者一天三次一次一片 哦 所以我们要记住了 医生一般会告诉病人 这个药 一天几次 一次几片 一定要记好具体的数字 这样你服药的时候 才能按照医生的要求 去服药哦 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一个大系列的讲解呢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朋友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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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